快必讲耶稣2022年9月18日周日讲章 上主偏心穷佛困苦的人 上个主日911 我们讲了上主也会后悔回转 如果人有这种心怀 人就会和上主分享着同一个心 只有绝对权力的人才不会回转 绝对权力的人就叫我们知错 叫我们内疚 叫我们认罪 叫我们坐牢 错的都是我们 依法合法永远是伟大光明 只有他们是最正确的 我大外生女16岁在美国出生 她问我一个身份认同的问题 她说和爷爷讨论自己是美国人 还是中国人 应该用一支什么旗放在社交媒体上 她爷爷就回答她 爷爷就几十年前由大陆走难去美国 自己的过去祖先都是在大陆 所以她就是这个中国人 她爷爷这个答法是很典型的想法 和身份认同 除了历史经验之外 似乎就没有其他了 其实一百个人可能有一百个身份认同的方法 和道路 你看看那个金牌奥运得主 谷什么什么 她的身份认同就相当动态了 她的身份认同方法就是人民币和美金 她这个例子大家应该见不少 不过其实更多的人就会选择以那个地方的文化 气氛和价值观来认同自己的身份 如果上个主日讲的回转和悔究 也可以用在身份认同方面的话 人人都可以不认同某个国家的价值观 人人都可以对某个民族的文化感到羞耻 因而不认同那个国家民族的标签 人真的需要一个这样的身份认同吗? 我没有用这个角度回答我的外生女 我只是跟她说 你是你妈妈的女儿 妹妹的姐姐 爷爷妈妈的乖孙 爸爸的宝贝 亦都是阿父 我外生女是这样称呼我的 即是舅父 在冤浴里的支持和安慰 国家身份认同是不需要的 基督信仰要求我们的不是站在身份认同上 基督信仰要求我们的是站在这个贫阀和被欺压的人身边 和他们认同 因为上主就是他们当中 天主教有所谓神贫的教导 基督新教就比较少这些东西了 今天旧约圣经阿摩斯书八章四至七节 是为贫穷人受欺压的人 涵出正义的呼声 距离直戚那些富人政治上的既得利益者 吞吃群佛人使困苦的人衰败 用狡猾的天平气控人 狡猾的天平今天香港也很多 压情不在话下 不公平不公义在制度上对付异见人是无权者 大家都见不少听不少 阿摩斯书八章六节说 这些人用一双鞋换穷佛人 人命可家是多么贱卖 动致判人坐几年冤浴 时间就是人命就是生命 用几句说话作为伴辞 只要是爱国的即使辞都商人 都是情躁高尚的 只要是爱国的罪嫁状人都无事 如果是异见人士开街站或漫画 就已经有了 有所有要坐牢 还要人格污蔑道德谋杀 有绝对权力和权势的人 可以肆无忌惮地作出刹鞋式的政治表态 但又可以隐身在所谓法治的偽中立之中 先知阿摩斯在痛斥这些人渣制度 是贪吃穷佛人的使贫苦人衰败 这些就是卖出用小星斗 收银用大作纸 三千年前的先知批判 今日香港人仍然承担着接触到 但是 现在有没有人发出先知的呼喊呢? 预纳在旧宗审法院上面的正义女神 究竟是被什么蒙蔽着眼睛呢? 他手上的天平是不是已经成为了 卖出用小星斗 收银用大作纸 欺控人的诈骗天平 他是不是也成为了政权的木偶 那条线是任他写 剧本任他写 你们看不体会到我的愤怒和悲伤呢? 又说书基被捕 有个小朋友 当然是那些有公权力的小朋友 他说 不可以因为他是主教就不拘捕他 因为这样是违背了教廷梵帝刚所说的公义 天主教的公义被扭曲 变身成为政治打压的工具 而且 政治的打压 是隐藏在不关乎政治的所谓法治背后 有没有人看得出这种谬误呢? 这种谬误 我就会很串地回应了 是啊 神职人员应该伸道 像罗马暴政钉死耶稣那样 要串他们回头 当然 主教和弟兄姊妹你们温文耳雅 不像我这些市井之徒 会串爆人渣 今天第二段的经文是 《新约圣经》提摩泰前书二章一至七节 圣保罗命不久矣 就快被斩首 他写信给他所爱的教会领袖提摩泰 叫他为统治者祈祷 我没有他那么好气 我也祈祷的 但我的祈祷是他们全家一起快去天堂 其实圣保罗叫他们为统治者祈祷 也没有叫他们祈祷统治者长治久安 尤治及兴这些说话 信徒为统治者祈祷 是希望信徒他们自己可以敬虔端正 平安武士道日 各位要知道 那个时代 暴政是迫害教会的时代 那个是信徒被钉十字架被斩首 被送去罗马斗兽场的时代 那个是殉道的时代 我们要为那些政权祈祷 令我们和教会平安武士道日 大哥 如果当时 其实现在也是 如果是有平安武士道日的话 那又用什么说这句说话呢 你们觉得是不是呢 教会不是政党 不是政治团体 当然 只是公民社会的一愿 那些不想批评政权的人 就会说政教分离 就等于学校不应政治化一样偽善 对于不公义 不表态 其实也是一种政治表态 政教分离的意思是 教会权力和政治公权力 不可混杂 我们要理解这一点 面对不公义的暴政闭口不言 这种是支持暴政的政治表态 十分清楚了 感谢上主在历史上 呼啸了先知为世界呼喊 天主教梵帝刚第二次大公会议 在1960年举行 会议上说 信徒不一定有一切问题的答案 但并不表示他们不能提出问题 关注问题 信徒要知道我们的独特贡献 是以福音精神令社会更好 更公平、公正、公义 今天我们又看《路加福音》十六章 一至十三指 叫我们效法那位聪明的管家 用所谓不以之材结交朋友 到自己穷徒末路的时候 有人收留我们 犹太人是精明的群众 生财有道 这个大家都知道 耶稣就是用这个犹太人的传统故事 去说他的福音 故事说有一个聪明的管家 知道主人找他算账 要辞退他 他趁着还有时间 就叫他欠他老板钱的债仔 明明欠一百元的他就收半价 又有点打八字 主人反而称赞这位不义的管家 没有责怪他不得只 还说他好东西 帅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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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 你自己不需要而别人需要钱的时候 如果你坚持不舍 那就成为了不义之财了 这是福音对钱财的定义 善财难捨冤枉金心 你看看今天的政府财富是如何分配的 回水都是用消费券 为什么不是人人回水现金呢 我以前的政党一直都在叫人人回水 大班到最后都被感动了 支持回水 政府财政分配方式 亦都是政治权利的不平等 亦都会造成不同的后果和政策 民主政治民生宗教伦理 这些一切都是糾纤不清的 但是教会权力和政治公权力不相混习 这个就是政教分离的真正意义 而不是说教会不批评不公义的政治 OK? 在正常的民主公义社会 教会不只是做慈善工作 亦都为人 特别是穷人弱势的人争取权益 除了有得投票那千多个人之外 绝大部分的香港人都是政治权利上的窮人可怜虫 一旦政治权利上不平等 其实所谓的民生 所谓的经济平等 都是遥不可及的 所以那些说 香港好啊 还有经济 还有钱赚 政治民生 新闻言论自由 什么公义那些 要也罢 这些是愚不可及 并不知道所谓人性尊严的人 教会也要用福音启迪这些人的文字 而且要骚醒这些人的心 教会为人争取权利 并且维护人的尊严 人的尊严 绝对比财富钱财还要得多 耶稣在《路加福音》16章13节说 不能同时侍奉天主又侍奉钱财 我们记得耶稣反击魔鬼第一个试探 叫他将石头变面包的时候 他说 人活着不单靠食物 乃是靠上主口里的话 而曲同工同出一次 我们的人生是为了人的尊严 永恒的价值而奋斗并献上自己 燃烧自己 几年前街上充满这些人 而这些人仍然在冤獄之中 燃烧自己的生命 我们没有虚度到 也没有百个以年计的日子 迫白仍然继续 社会依然是荒诞扭曲 但是被损伤的人 被人的尊严和真理呼召的人 一直被此守望 在扭曲背貌颠倒是非的世代 彼此相认 互相纪念 香港人互相加油 侍奉上主 愿荣耀归上主 荣光归香港誠心所愿 人互相对 人互相对 底统 有一些人 有限